天下只有养生之道,没有长生之药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孟老师 所谓一日之际在于晨,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 可及时补充夜间丢失的药物成分 不论男女,早上空腹吃点它 相当于慢跑一小时,口臭便秘,慢慢消失 平时建议大家多喝一些苦桥茶泡水,能够帮忙减肥 苦桥茶也是肥胖的一大克星 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人体胃肠道的蠕动 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 从而能够有效地排出人体内的垃圾、毒素 减少脂肪的堆积,有利于减肥 很多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好身材 这就需要饮食调理了 一小时大乔就建议大家早上多吃苹果 苹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经常食用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润肠通便,口臭便秘,通通消失 大肚子也消散 减肥易血,血离还能止咳 冬天早期 脊柱是男人的轮脉,女人的凤骨 是我们健康素身的根本 脊柱要是不健康会引发几十种疾病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几个保护脊椎的小动作 下面一起来学一下吧 一,我们平时最常做的,也是最简单的 就是可以靠墙站 把后背紧靠在墙上 立正站直 从头到脚都要靠在墙上 每天可以站五到十分钟 二,可以转身拍墙 脚跟距离墙一个脚掌 然后背靠着墙 把两个手举起来 掌心要向前 肩膀放松 集中腰的力量 然后慢慢的向右转 脚最好不要动 面对墙 两个手掌轻拍墙 停一下 然后回来 再往左侧转 这样可以提高腰腹部的力量 三,每天可以用十分钟的时间静坐 双盘或者是两腿交叉 那腹部下面最好放个两到四厘米的垫子 身体要直 然后眼睛向下45度 放松全身 保持这个姿势 这几个动作简单方便 只要长期坚持 就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脊椎 拥有健康 平时建议大家不要长期的俯按 也不要撬二郎腿 避免对我们的脊椎和脊椎造成伤害 现在已经是人人手里都必备的了 那无论走到哪里都离不开手机 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手机 那坐空腰车要玩手机 上厕所也要拿手机 但是你知道长时间低头玩手机 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吗 低头玩手机相当于脖子扛了50斤的大米 那正常我们的头就有10斤左右 那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 颈部要承受的重量就有25-30公斤 相当于一袋大米的重量 那一开始我们只是脖子偶尔的有疲劳的感觉 那休息一会就会好了 但是长时间下去 脖子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 甚至还会出现指尖麻木 走路不稳 头晕的症状 这有可能是紧缀病发出的信号 还有长时间玩手机 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伤害 那当我们玩手机时 就会忘记时间 眨眼的次数也会减少 那这样眼睛就会发干 会损害眼角膜和结膜上皮 而且严重的还会导致肝眼症 还有长时间玩手机 在手里保持同样的姿势 那大拇指的肌腱和腱翘反复的摩擦 就会导致肿胀发炎 严重的会玩出腱翘炎 还有最严重的就是长期低头玩手机 会使你变老变丑 因为脖子承受的压力大了 那脖子肌肉本来是垂直生长的 就会容易出现下垂的情况 脖子肌肉也会缩短 还会加速表皮细胞的衰老 使颈纹加深 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 一定不要长时间的低头玩手机 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 才能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 近距离使用眼睛 长期坐姿不良 眼睛过度疲劳等 会导致眼睛近视 那中医认为 按摩手上的穴位 可以防止近视 避免视力减退 第一个 夜门穴 夜门穴 在我们手背 无名指和小指的指缝间 顶着无名指的骨头就是 我们用拇指二揉的时候 会感觉到疼痛 可以每天睡觉之前 按揉三到五分钟 夜门穴 有很好的泄火 改善上火症状的作用 能够很好的缓解眼睛干涩 对预防近视很有效 第二个 后吸穴 我们将手握拳的时候 在感情线 横纹尽头就是了 那同样按摩这个穴位 可以用大拇指按揉 力度要适中 不要太大力气 每次按摩五分钟 那后吸穴有通度脉 泄心火 利眼目的功效 所以经常按摩这个穴位 也可以起到防止近视的效果 只要长期坚持 按摩这两个穴位 就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 如果家里孩子有近视的 或者是正在受近视困扰的 不妨试一试吧 现在有很多人都被便秘所困扰着 如果便秘 不仅会感觉到腹部肿胀 而且脸色也不好 这都是因为毒素 在体内没有排出去 那么木子今天就给大家 推荐两个防止便秘的穴位 一按一按腰后面的大肠疏穴 大肠疏属于足太阳膀胱经 在第四腰椎脊涂下 那膀开1.5寸的地方 大肠疏是做推拿针灸按摩时 经常会被用到的穴位 这个穴位可以用手指按压 也可以转圈的按摩 哪个方面就可以用哪种方法 一般按3-5分钟 就能够很好的防止便秘的情况了 2.拿捏一下腹肌 具体方法就是可以先躺在床上 然后用双手的食指 用力的拿捏腹部的肌肉 一般捏50次左右就可以 可以一个手一个手捏 也可以两个手同时的捏 这样对治疗便秘效果会更好 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做好预防和治疗便秘的工作 饮食尽量要清淡一些 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并且多做运动 这样身体才会越来越好 外来的人经常在外面吃饭 抽烟又喝酒的 所以很多人都患上了痛风病 那痛风病在人体的各个部位都可能发生 而且会引起关节 剧烈的疼痛 那木子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 可以缓解痛风的穴位 这个穴位就是我们脚上的束骨穴 经常按摩这个穴位 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痛风 那束骨穴就在我们脚的外侧 小脚指的后下方 吃白肉记处就是了 这个穴位按摩起来也非常的好按摩 只需要用食指按揉就可以 而且两个脚的穴位都要按到 每个穴位按摩三到五分钟 要让穴位周围感觉到发热 一般最少要坚持按半个月 如果家里有刮沙板的 也可以用刮沙板刮 同样也是刮五分钟左右 也能起到缓解的效果 因为这个穴位属于足太阳膀胱经 有疏筋活络 散风清热 清理头目的作用 所以只要坚持按摩 或者是刮沙这个穴位 就能够缓解痛风 引起的止关节 回关节的刺痛肿胀了 那平时预防和治疗通风 除了血外按摩以外 还应该遵循三多三少 就是多喝水 少喝汤 多吃碱性食物 少吃酸性食物 多吃蔬菜 少吃饭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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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